刑事局将警备队转型为除暴特勤队,昨天接台成军图刑事局提供分享刑事警察局除暴特勤队有别一般地方县市霹雳小组,除负责重大刑案侦办外还具有反恐任务,平均每三天就要出一次任务,实战经验全台最高,成员平均资历月20年。 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除暴特勤队今天正式成军,签身为刑事局警备队,现由26名特殊任务警力所组成,并区分为三区弃毒组,狙击行动组和攻坚为部组,以因应侦办国内重大刑案需求。 除暴特勤队小组长佟明辉接受中央社访问时表示,对内任务除协助重大刑案侦查外,还有监负反恐任务,这也是和一般地方县市霹雳小组的最大不同之处。 同明辉说明,除暴特勤队反恐任务,主要是因应国内重大暴力人为维安事件,包括国内激进分子或是炸弹客之类的案件。 但若是国外恐怖分子来台犯案,则划分归属为法务部调查局和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一总对维安特勤队职责。 除暴特勤队适用施展经验培养出来的队伍,同明辉指出,刑事局负责全台重大刑案,施展经验相较地方县市单位要来得多。 一个月最少要出勤十次以上,平均每三天出一次任务,但有些地方政府的出勤案件一年可能不到十次。 这支全台师,占经验最高的队伍,成员资历也都不可小吃。 从井资历以29年的童明辉表示,目前全队26人,平均每人资历月20年起跳,各个都身心百战。 即便除暴特勤队每位成员都骁勇上战,但基本蹲马步练工人不可少。 童明辉说,平常是以三天勤务,三天训练及三天休息为一个工作周期轮回。 训练项目包括有基本体能、室内战斗、武装锤匠、武装搜山、空中巡逻、狙击训练和战术医疗等,且均需着重达15至20公斤装备进行。 每项训练都很累也都有风险性。 除整合内部资源之外,外部合作也持续加强。 童明辉表示,目前也不定期亲美法等国传授反恐。 战术和实战经验分享,包括射击、现场控制、情报交流、战术运用和医疗等项目。 他举例说,台湾射击训练通常要僵化,射手和把都是禁止不动,一枪一枪射,不贴近实际情况。 反之美法两国的训练都是采人,把都移动,模拟人群推几时如何实战设计状况。 童明辉认为,透过国外新的训练思维可学习到新东西和新的实战经验。 空工部分观念虽是打掉重练,但原有实战经验仍具辅助功用。 每次出行就是博命如何维持对工作的热情。 童明辉笑说,所以士气很重要,只要有越多成功战役,士气就越高昂。 初暴特勤队现在士气就处于高点。